向對手喊話 蔡碧如投入臺中第一選區立委選舉 民眾黨不缺席這一區賽局 綠營白營先後拍板人選 反觀國民黨 居民說的就是他 金門大學副教授劉登忠 拱手敗票一旁寫上改變 讓海線越來越好的口號 懇請支持選立委 劉登忠看板上沒有任何黨籍黨徽 其實他日前向國民黨領表登記 但是代表提名定案的全代會 始終沒有確認臺中第一選區派誰參戰 就連國民黨臺中市黨部 公布了立委選舉提名人選 從第八選區倒著看 分別是江啟成林家新羅庭委 黃建豪以及廖偉祥楊瓊英 語言寬恆 唯獨第一選區人選不明 台中第一選區內現階段蔡其昌掛出政績看板 蔡壁如有決戰中台灣的小卡發送 至於劉登忠也掛看板為自己宣傳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艱鉅的一個挑戰 但是我深信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所以讓我們一起來挑戰一個新任務 新品種來了 國民黨對臺中第一選區人選是誰上位定案 外傳可能的藍白河 每人證實更像是近在不言中 在內心無揚進章 俊動臺中採訪報導